人总是喜欢将一些解释不到的事与鬼神扯上关系 不同宗教对鬼有不同的演绎法 无神论者更加将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虚构了妖魔鬼怪幽灵 还是魔鬼施了述 创造了灵异录 HK灵异录会以不探灵 不诽谤 不妖言画众 超越灵异节目界限角度 实行灵异透明化的 希望大家会用平常心去应对人世间的灵异点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HK026 第26集 今集是想说回几年前的一个经历 当时我和我的男朋友住在鱼景湾 鱼景湾有些低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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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当时是住在高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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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我看一看 有個小蚊子在拍皮球 我拍一下拍一下 我遇到為何在房間中有個小蚊子 為何家裡會有個小蚊子 只有我們兩個人住 沒理由有個小朋友在拍皮球 我再看一看 真的會 很實體的樣子都看得到 在拍拍拍 於是我就跟他說 小朋友 我說姐姐好累 妳可否出去外面拍 外面玩 我又睡覺了 我不理了 我睡著了 又拍過 我又 今次我坐起床 我只想下床 就是收起她的球 帶她出去的廳 排便不太好 當我坐起床 當腳上穿在拖鞋上走過去時 那個小朋友就跑了 就衝了出去廳 我就跟著他走 我在想不行 如果他在廳拍攝 會不會他的球會打爛一些東西 我怕他好像足球場這樣踢 我走出去 就不見了一個小朋友 於是我就在找 小朋友躲在哪裡 我在想 小朋友可能會捕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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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說沒有,沒有小朋友 我再見她的裝束 她穿著短褲 穿T恤像拖鞋 好像剛剛回來的一身帶寒 肯定她是剛剛回來的 我問她那個小朋友 她說沒有小朋友 於是我也不太相信 跟她兩個一起在房屋裡找那個小朋友 在打開的衣櫃看看會不會躲在衣櫃裡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世事有時往往就是這麼奇怪 那種是很奇怪的 我聽到聲音 我看著她兩次了 我還跟她說 我跟她說話 她還看著我 然後一直拿著那個波波衝出去外面 我還跟著她出去 很實體 我真的解釋不到 究竟那個是幻覺 是幻覺 還是真的有這個小童在這裡拍拖 我不知道 不知道這是否另一個東西 那就有待觀眾大家去分析 那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拜拜 不見 啊 好 我們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